预防针漏针 我们现在用的方式是用通知的方式 希望能够减少预防针漏打的事件 就是事件已经发生了 发生了以后 例如说经过一段时间 我们才会去吹 而且你还不能密集的吹 卫生局不能够频繁的去吹 这个通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些改善 那主要就是要因人而异的通知法 我觉得现在应该要慢慢朝这种方式的服务 例如说他如果没有这个 有什么人他有什么行为 所以他不会带小朋友去打预防针 或是因为什么事情导致他不会去 替小朋友按时的去接种 所以这样子的话 那我认为说也许我们要先了解这些事情 我们在做因人而异的一个服务 这在医学上面我们叫精准医学 那其实我们的服务也应该改成精准服务 我现在呢我就想把是说 那我一定要先拿到这个大数据 拿到大数据什么叫大数据呢 就是说假设我每个月11号的数据我都拿到 这个11号里面 我们管的是0到6岁的小朋友预防针注射 那他会慢慢长大 可是我们如果拿到这些资料之后呢 我们去找到这个漏打针的行为模式 那我们在针对这个漏打针之前 因为我已经知道他就是会漏打 所以可能我改变的通知方式就是 我就在漏打针之前通知他 然后呢如果说经过一段很长时间 我他还是漏打 那我们还是要再做一次通知 这就是一个差异了 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我的统计的一个hypocacy 这个假设是指说通知是有效的 你的前提如果通知是无效的 那我怎么通知他都没有用 这些人我也希望找出来 根本就不用通知 浪费浪费大家的时间 浪费大家资源 做到预防这件事 你们觉得这样子的方法 是不是会比较好 请大家要知道我们 虽然我们是服务民众 我们是在做对的事 在做好的事 而不是在做那种谁都通知 这种全面性通知是没有意义的事 说不定还通知到什么 通知到已经打预防针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刚搬进来 他那个归户还没有整个归号 假设我们今天把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特色 去找出这个行为模式 去做这个漏针前通知 漏针后通知 我觉得会更有意义 我不用全部通知了 我们是不是要改善策略 例如说 既然他就是会漏针 你通知是无效的 那干脆成立一个个案小组 就是预防针肉打个案小组 我们就顺便去做他们家的 其他成员的个案的时候 顺便帮他打 因为通常这种人 我的行为模式分析里面 有就是祖孙的这种情形 个案的定义的时候 说不定他家里顺便也有这种小朋友 就顺便带预防针注射 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 甚至我还可以把 这个肉打跟儿童的健康行为 来去做分析 可是这个前提是 我的资料要全部收集起来 我们过往是怎么做的 反正我就全部都通知 只要他有肉打我就通知嘛 然后通知完毕 那个名单就在自己的电脑里面 可能就删掉了 然后再换下一个11号 又重计再算一次 对不对 对吧 现在我们好多好多事情都在做这种事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过 你要花好多时间在做资料处理 你又不是资讯背景的人 然后光是我了解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写完这个程式 然后到时候让做这件事业务的人 他就很容易的去做一些他该做的业务服务 不是很好吗 首先 接下来就是你们要学的东西了 你要先知道 对了 那我要讲一下那个 VBA 他就每个月重新的 再做一次自动化 找出 一岁漏打 五岁漏打的这些人 找完之后就没了 没有什么行为模式 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数据分析 这是最不好的 所以根本就不会有什么行为模式的探讨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我们不要用VBA 我们应该是要用那个大数据分析 首先我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一定要先知道 就是一岁前的应该是九帧 九帧 就是其中有八帧是免费 然后一帧是自费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一岁以上到五岁前 这边又有九帧 反正就是 他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方式 例如说2016年之前 然后有一帧 它是什么样 一岁前是八帧 然后一到五岁是九帧 可是其中有一帧是那个PCV 第三季 它可以自费施打 可是它如果没施打 那第四帧就变成第三帧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因为我这程式是我写 那我写完之后 那我就开始来去做 什么时间该打什么针 接下来我要跟他要资料了 首先第一件事情我要做的 其实是拿到资料之后的资料清理 因为各资的关系 我把这边遮住了 然后这里面像这一个人 两个月前他该打四针 结果他四针都没打 四针都没打 然后我觉得我们要花时间去了解 为什么会有小朋友出生 四针都没打 因为第一针一定要是在医院 我觉得我们要花时间是要去了解这一件事情 这些我算的东西你们到时候就直接拿去用 针对还不是一个人 如果一个我们叫个案 那么多人一定有原因 而且假设有时候还不是发生在台北市的 就是他搬过来的 或者是个案他没有平衡 再接下来 那你这边你这边你不是要输出吗 输出这一个都没有打的 我们要进行通知 这边点点点汇出 就把这个名单都汇出去了 当里面你要有他的那个小朋友的名字 家长的名字 那个电话 地址之类的 你才方便去做一个通知 我们要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记得要做一些资料清理 尤其是民国转息人 为什么 因为他是美国人写的软件 他不认识民国年 我未来要做大数据分析 我主要就是要去看说 我们改变了追踪方式 你知道这都是一个 我认为是功德无量的事 真的就是你们做的事情 其实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这个地方 我们改变了这个通知 这服务效率整个都提升 我觉得会越做会越快乐吧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说日期 我就到时候可以去比较 各年间预防针漏打事件 比例的一个排行榜 或者是变化 你们觉得预防针漏打事件 是逐年在成长 还是在逐年下降 猜猜看 成长 成长 为什么 因为原本不打的就是不打 然后有新家的不打的小朋友 现在的社会问题 有故事的妈妈越来会越多 好 那接下来行为模式 我就要去找行为模式了 我这边我发现了几个重要的行为模式 就是说那个会漏打针的水母性 就是同母性的 还有不肯留母亲姓名的 就是那个无名士 或者是那一人是空的 因为没有就是没有嘛 所以不肯留母亲姓名的 这些都是我称为叫有故事的妈妈 那还有一开始就漏打 他会连续一直漏打 那既然一开始他就会漏打 他连续一直会漏打 你用通知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你用现在这种通知的方式 是没有意义的 那我们就要去思考 他为什么 一路十七针通通没打 小朋友前面 一岁前的八针都没打 一定是有事情在里面 再来有没有依照顺序打 因为他会漏打 那没有按照顺序 到底因为我觉得 到底他日后他的健康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再来从没有打 以及有没有在哪些里特别多 你知道那个责任故事 责任故事不是 例如说假设有分配 对不对 所以哪一个里特别多 什么路接到最多 哪一针最容易漏打 这些就是行为模式 我也希望说有机会 我们一起来去合作 去思考 你资料 你有 可是你要去想这些行为模式 这些就是因为我做多癌腮这边 我想到的行为模式 可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再提供 好 接下来我要讲 这个行为模式了 你要知道说同母性 与漏打疫苗 不是我说了算 我要经过统计验证 全部都是过的 听得懂吗 全部都是P等于0.00 其实做卡方简定 好 反正就是说 只要是同母性 她漏打率就会很高 好 这不难去理解啦 因为你要知道 可能 可能她那个 太忙了 对不对 好 那请问 请问如果针对这样子的 妈妈 你是不是应该要 特别的去提醒她 对不对 好 因为她太忙 她忘记 那我们用通知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一般人 我们不通知 我觉得她照样会 按时的带小朋友去打 对吧 可是那种特殊的人 你就一定要 像我这边都算了一些统计的检定 所以通通都是过的 这下面就是在做卡方简定 所以漏打针的不同 与同母性有显著的影响 这是什么意思 有漏打针 她跟是不是同母性这件事情 是有影响的 还有什么 漏打的不同 对母步祥 母步祥就是那个地方是无名寺 对不对 我就写母步祥 我赶上母步祥之后 我们来去看 漏打针跟母步祥 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其实更期待的 希望来去判断一下 如果资料够多 这些漏打针的小朋友的健康的指标 是不是有比较不好 决定说适令 就是小朋友嘛 你能够检查 可能比较胖 那是这样子 就是照顾的 营养不均衡 就只能朝这方面来思考 同样的把自己的那个服务的水平一直在提升 你们不用写论文 但是但是我觉得你们可能去贴一些 或者是效率工作效率的提升 这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又做了一个 只要有漏打针就会继续漏打 我要切换到1月11号 非漏打 你看所有零税就是我们这边所指的是 今年那个1月11号往前往前推 然后是推到105的9月11号 反正这边全部的小朋友有9900 然后这边有看到非漏打针7163 对吧 好请问一下 大部分都没有漏打 对不对 大部分都没有漏打 这种事情 我们才需要透过大数据分析 来去找漏打针的行为 如果全部都漏打针 那不用找了全部 还是要做通知 可是漏打针它明明就是属于少数的人 麻烦你们自己要去想哦 你的工作效率怎么提升 等一下他们都不用做一些资讯的工作了 真的你只要把资料放对一个资料夹里面 然后这边有一个重新整理 点回来你这一个就全部算完了 这些报表全部都做完了 好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指说什么 未满一岁漏打针 这边有看到这是非漏打针 这个是漏打针的情形 有九千九分之七千一百六十五 就是百分 大概有八成都是没有漏打针 我们现在关键的是这一个部分 如果说 如果说未满一岁有漏打针 未满一岁有漏打针 有1519 然后呢 这1519里面 后面不会再漏打针 还是在多数 因为这边未满一岁有漏打针 后来都没有漏打针 这边其实在减少的 这边 可是重点是你要看的是这个部分 然后接下来再继续来去看 这边你看哦 有漏 这个两个 这个是两个月 它有漏打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跟没有漏打针 然后呢 只要它有漏打 一针 这边有看到吗 它继续跟着漏打 但是这里面 它没有漏打的话 它大部分还是没有漏打 大部分还是没有漏打 可是还是有人 就是会漏打 因为只要有漏打针 它会继续接着漏打 所以这种人 只要有漏打一针 你就要进入通知名单 就是 我觉得这个行为模式 是要这样子 你了解了这些行为模式 我只要针对这个一千多人 然后进行 个案通知 这边也是行为模式的探讨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很多的东西 那在这里面 你知道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吗 你们要会去算 我刚刚这边 这张图 你要会去算 什么叫做漏打 没有漏打 什么叫做漏打一针 什么叫漏打两针 你要会算这个东西 那个公式写完这些图 你都整个直接照用 那现在 现在呢 假设是2月 2月的11号 因为预防针注射名单 它每个月只要是11号 它就会去下载 那当然如果遇到2月11号 是过年 它可能就是那一个的隔几天 反正就是 请你把下载那个档案 像例如说 我不能打开 因为这里面都一大堆的 个子 是真实的资料 打开之后 记得 存成CSV的 然后把它放到 这个资料夹里面 放到这个资料夹 接下来呢 接下来 你就打开这个 Power BI的档案 然后去做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它在常用底下 然后 记得 随便你在任何一页里面的 这个筛选 因为到时候这边有非常多期 例如说 主办人员给我 那个 12月25号 他给我 那个时候 往前推的 5岁的 这些小朋友资料 还有1月4号 因为我刚刚讲说 我要两期 我才能够做 比较 因为我未来 我会希望 我要去算 各期间 那个预防针 漏打的比例 有没有在下降 就是在算这个成绩 然后 这边是1月11号 就是 当天 发给我们的 好 交的就是这一段 也就是说 主办人员 他现在是不是要名单 他做完 刚刚这几件事情 他就只需要去这边 汇出资料 他只要去 我的第二页 这一页 他只要在这个地方 汇出资料 这边全部都是漏打的 这个小朋友 两个月漏打了四针 两个月内漏打了四针 就是全部都没有打 然后有四针的 当然会有三针的 有没有 三针的 漏打两针的 一针的 依此类推啦 他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去通知 这一个小朋友的家长 只要这一个名单 本来VDA只在算这件事 现在我给他的是 未来我们可以做很多的 除了行为模式的探讨 我们还可以知道说 这个预防针 肉针的行为模式 以及这些小朋友 有可能再进一步的分析 他的健康行为 请不吝点赞